近日,为表彰全球中小企业利用知识产权在国内外产生的积极影响和卓越表现,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公布了2023年度WIPO全球奖的入围名单。 25家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候选企业中有6家中国企业,其中志同道和肥业有限公司是中国唯一一家入围的肥料企业。 该公司于2013年颠覆传统开创了化肥行业的全新品类——颗粒水溶肥。 产品命名为巧克力,并由子公司山东巧克力肥业全权运营,为行业发展带来了一次革新。 11年来,巧克力专心聚焦一款产品,每年对配方进行升级迭代,特别添加核心配方牛壮肃并申请国家配方专利,不断提高核心竞争力。 巧克力俨然成为了颗粒肥的代名词。 据悉,颗粒肥巧克力现已出口到澳大利亚、马来西亚、韩国、意大利、以色列、墨西哥等46个国家和地区, 在国际市场形成了一定的品牌影响力和知名度。 同时,巧克力国际通用名称Cocoly在全球72个国家和地区登记注册。 此次,巧克力品牌入围WIPO全球奖前25强,展现的不仅是国际对巧克力品牌的认可和肯定, 更是对中国企业在全球知识产权领域优异表现的认可和肯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